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两位一起来完成一个互动的任务 为腾讯视频VIP来解锁我们本轮的惊喜福利 两位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要来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 是默契动作挑战 两位要仔细来听我说这个关键词 根据自己的第一反应来做出 做出 做出 来做出 对我们这个词语的代表动作 那如果我们五道题 动作都一致的话呢 我们的挑战就成功 好吗 准备好 好的 听提第一个词 喝茶 三二一 好儒雅啊你 我怎么感觉像在喝酒 好 两个人都是古代的方式在喝茶 好 第一个算过关 我觉得雪云刚才稍微有一点点作弊 你是不是等赵琳做完动作你才做的 不是不是 是赖我 这个首先这个有那个 延时吗 而且我这看是雪云先做的 哦 这个有话筒比较大 所以我五的时候呢 五的对 我俩那个图传没跟上 所以我俩是同步的 行 我就信了 我就信了 我们看第二个词 请听题 第二个词是 比武 三二一 比武的动作 比武 看不错 这个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 沈妙就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他每次都让裴眼珍站到后面说 裴眼珍你不会武功 所以是两个人的这个不一样 OK 那这题算过吗 不算 差一点点 好吧 我们再比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词 请听题 第三个词是 拜堂 三二一 拜堂 这个就是 对 这个就是很难出错了 恭喜过关 来 听第四个词 射箭 三二一 这个也很简单吧 这个默契 射箭 哎 很好 很好 我们连左右手都是一样的 是吗 哇 真的 我是左手 好 我们 第五道题 请听题 第五道题是 睡觉 三 二 一 睡觉的动作会是什么呢 三 二 一 哎 这个 男生女生 他男生总 男生这样的 好像有点 没关系 好 来 这个非常体贴了 好 这个算过关 我们再来 加湿一题 好不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道题 好 可以 请听一下第六个词 这个动作是 笔心 我们看一下你们笔心的方式 会不会一样 有默契吗 三 二 一 比心 怎么回事 我想说你肯定要这样的呀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因为我每次这样比心 我都比不好 我都比的 像一个girl 我说我每次比心 比都像一个girl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 感觉大家都会感觉 对 现在流行比这个 赖我赖我 就应该是这样的 重新剪掉 那一段 赖我赖我 我们在直播 我刚才看起 张灵灯 有一个启示了 其实 对 但我想说肯定是这个 所以我就 对 没有想到 他就是 就是来了一个晃 晃点 这个 来 我们再 最后一题吧 好一枪 对 最后一题 看一下 有没有默契了 最后一题 请进决赛圈的一题 三 二 一 吃饭 吃饭 三 二 一 开始 终于 两个人 答对了 五道题 凑够了五道题 凑够了五道题 来来来 这个 总算是过关了 那我们 还有第二个互动的任务 要来 快问快答的挑战 我们看一下 你们这个彼此了解的程度 然后 完成这个挑战 我们就可以为 我们腾讯视频的VIP 来 派送惊喜的福利 那这个规则很简单 两位也是 需要共同来回答 八道题目 回答 正确五道题 就算成功 好不好 也是跟刚才是一样的 好的 凑对五道题 就可以成功了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 第一道题 请问 两个人初次见面的地点 是哪里 沈庙的那个 附牙 神 神